你教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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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再挽游一些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一步步发生 你教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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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在大远深处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你教管我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一步步发射 你充满我 充满我 你充满我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在挽游一线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山寨 是我东方的一点园 你在大远深处 你一步步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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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Coffee Talk 今天我们到了174期 在之前两期里呢 我们和陈江老师 讨论了人生的意义 还有因为光谬 所以相信 这两大主题 那么今天 接下来我们继续 请陈江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 基督信仰中的 神本与人本系列 《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我们还是差不多用一个小时之内吧 四十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们先来分享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先留下来 然后到最后 我们还有尽可能多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 那我先给大家共享一下 这个 我的这个PPT 好 应该可以看到吧 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 看到了 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话题 关于这个信仰当中的神本与人本的第三期 叫做《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我们上次分享到这个话题是这个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 看来这个信仰非常不讲理 荒谬还要让人相信 但是整个的核心 我们其实大家知道 我们在讨论的是关于信的问题 我们是因信而明白 我们不是因为明白了才会相信 所以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有限的人 在有限的认知 有限的感知 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一切的这个生命 有限的维度的这样一个前提下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我们只是了解一个局部 可能真的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而已 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那这个世界还有更大的维度 有更高的维度 是吧 就像光线有红外线紫外线 这些是我们看不到的 是吧 那声音有超声波 是吧 它的波长是我们的耳朵 耳骨膜收集不到的 那这些并不等于不存在 只是我们感受不到而已 感受不到而已 所以呢 这个我们今天呢 将这个话题继续的 继续的晋升 继续的晋升 那如果我们 凭着信心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我们想要更多的 更深入的 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 或者说是上帝创造人 或者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意义价值 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来 我们将要去向何况 我们今天的人生的目的 在这个有生之年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到底应该 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 对 那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根基 什么样的基础 来帮助我们思考 帮助我们分析 帮助我们判断 帮助我们做出选择呢 嗯 所以我们常常是什么 嗯 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但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其实在我们中文里面 我个人哈 我个人我更愿意把它 切分为知识和智慧 嗯 知识是可以量化的 是可以透过学习 透过努力 透过积累 我们是可以去呃 不断的增加的 但是智慧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更 有一种感受 它是自上而下的 它是启示而来的 嗯 它并非是启蒙而来的 它是启示而来的 所以 从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开始 第一个小的主题 我们先要谈一谈 身份和自我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 事物的根本上来 身份和自我 自我是一个什么概念 自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身份是自我的表象 是自我的表征 也是片面 也是身份 也是一个片面的自我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作为我 对我自我的认知 我不可能孤立的存在 只在至少一对关系当中 才可能形成 我们上次讲神 形容自己是什么 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神在形容自己的 在给摩西讲他的 称他自己的名是 他是I am Who I am的时候 他告诉摩西 我 我是我存在的因 我是我存在的果 是吧 我就是我 对 我不因任何其他的存在而存在 但是今天我们人 我们人的存在 与神的存在的根本性的区别 是什么 其实我们用存在这个词 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 对 我们用存在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都在限制 限制神的边界 我们在界定神 但是我们说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一定 至少是在一对关系当中 来确定自我 确定对自我的认知 人是相对的存在 只有在关系中 才能定义身份 我们其实有上次应该是 有涉及到 说过一点点 你比如我 我在没有小孩的时候 我是从来没有一个父亲的身份 但当我有了一个孩子以后 我忽然间有了一个父亲的身份 是吧 当我没有学生的时候 我定义不了 我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但我只要有一个学生 相对于我存在的一个学生的身份 出现的时候 我的身份立刻就成立了 那一对夫妻也是一样的 是吧 两个人一旦结合 他立刻成了 丈夫立刻成了妻子 这一方所有亲人的亲人 这个身份迅速的就成立了 对吧 但是两人一旦分开 一旦切断了这个关系 所有这些身份 转眼就不存在 所以人在界定自我的时候 自我在成立的时候 一定要在至少一对关系当中 一对关系当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 人一生出来 就在这个关系的锁链当中 枷锁当中 是吧 或者说人就出生在枷锁当中 我是我父母生的 我的因是我的父母 因为有了他们 所以有了我是吧 我的孩子是因我而出生 是吧我的父母 他们分别因着他们各自的父母而出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 都是相对的 都有一个前因导致 今天我们的一个成为他们的果 但是当我们追溯到那个第一因的时候 第一因是什么 就是追溯到极致 再往前没有了 他就是一个绝对的因 这就是说创造天底的神 是吧 这一切是从他而出 从他而出 就像有人问那神是谁子好吗 对神是他自己神的存在 是因为他自己的存在而存在 对这是需要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的 这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的 自我则是要摆脱各种 来自客体的被动的定义的枷锁 以重新完成主观上的自我定义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自我是什么 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很希望自己是有一个独立人格的 我们就是我们里的那个所谓的叫什么神性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不希望被别人定义 我们也不希望被别人影响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不被别人影响 但是我们里面的渴望是什么 我们渴望摆脱这种枷锁 我们不被这些外在的身份 外在的这些相对的存在所定义 这一切都是在捆绑着我们的 那自我认定是一个绝对的产物 而试图对相对存在 而试图在相对的存有中确立绝对的自我 就如同这个左手之于右手 对吧我们我们我们左手之于右手 之所以他称其为左手是因为有右手 对吧 之其为这手称为右手是因为有左手 所以他必须是一个相对的存在 这是个宿命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从一生出来 我们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者 我们也是一个被选择者 我们是被这个生命所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所以在肉体当中我们的自我 不过是自身实现另一个自我企图 这个自我的企图罢了 这是偶像的诞生 这句话说起来很绕口 在肉体当中的自我 不过是在自身上实现另外一个自我的企图罢 所以我们今天谈论自我自我 我一定要实现自我 我要成为我 成为我 你怎么成为你自己 我们常常说我想成为那个谁谁谁那样的人 但是我父母就是不让 对吧 他们希望我成为像那个人一样的人 但我想成为像那个谁谁谁一样 多么的自由 多么的如何如何 对 我们看到 其实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枷锁 我们要成为自我 必须有一个什么 必须有一个对标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标准 找到了一个对标 以后 我想成为他 我想成为他 我年轻的时候学画画 对 碰巧 看了一本书 渴望生活 讲到这个 梵高 哇 我觉得太酷了 太帅了 那这就是我想成为的样式 对 所以我一直在心里面有一个默认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艺术家一定是疯狂的 神经质的 一定是贫穷的 一定是不得志的 就是我心里默认有这么一个对标 所以呢 我一直试图将那样一个人的生命 复制到我的生命上来 这就是偶像的诞生 明白吧 这是偶像的诞生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友情世界相对是这个存有当中的这个自我 这个人 要想寻找自我 无一例外的 我们一定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个或者若干的偶像 或者阶段性的偶像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当中 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我 所以自我的塑造像是开启了一台复印机 你必须具备足够的素材 就是我们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 比如这个画画我想像谁一样 做饭做菜我想学像谁谁谁一样 做别的事情我想像谁谁谁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人从一生出来就不知不觉的为自己塑造了很多很多的偶像 是寻找了很多的偶像 我们像一台复印机一样 我们希望把所有人我们认为美好的这些东西 coupay到我们的身上 coupay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偶像 这些偶像就是我们所具备的足够的 我这里讲的就是素材 而你能找到的任何素材 无不出于先于你的另一个自我 对吧 我想效法谁 他有他的自我 但我只是想把他的自我coupay给我 他再往上还有他像 他的偶像 对吧 你所塑造的无非是 另一堆自我碎片的叠加 是吧 就很多不同的这些碎片叠加在我们身上 我很多的偶像 我想要的这个人的这个侧面 那个人的那个 那一个特质把他们叠加在我身上 我认为 哪些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 回到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谈人本神本 我们会发现我们人要实现自我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停的在从另外一个自我身上 coupay 选择我们想要的那个特质 把它coupay到我们的身上来 是吧 coupay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日光之下无心事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 只是在误以为的 只是在为那个误以为的自我而奋斗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从电视上 从新闻里面 从杂志上 从各种媒体上 我们我们我们看到了一些人 看到了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觉得很酷 觉得很好 哎呀那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嗯 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自我 这不过是用有限的认知 为自己搭建了一个巴列塔而已 荣耀自己的一座高塔而已 是吧 哎我们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欲望 投射在这个这个巴别上 嗯 但我们知道巴别的意思就是混乱 带来的就是混乱 因为我们以自己的判断体系 以自己的这一刻的想法 来定义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我要成为谁 我要成为谁是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混乱 这就是巴别 这就是混乱 所以我们上来先谈自我 是什么呢 我们先从根本上解决一个自我认知的 自我认定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 如同信仰一般笃定我们自己在此时此刻的看法 而且保证这个此时此刻的看法 此时此刻的定义是不变的 我三十岁的想法 我十五岁时候的想法到三十岁不变 三十岁的想法到五十岁到六十岁到七十岁八十岁 我依然这么认为 当然不会对不对 我们小的时候想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成为那个 走着走着发现原来不是那样 我们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所以在我们心中为自己所定义的一个自我 真的是很难有那么准确的一个确据 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我 所以在此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灭绝智慧人的智慧的时候 我们先讲自我 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里面 为我们自己定义要成为的那个样式 其实这件事几乎就不成立 几乎就不成立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判断 如不被这个环境被周围的这一切左右的影响的 我们内心的声音很杂乱 什么声音都有 不乏有正确的声音 也有错误的声音 但所有声音杂乱在一起的时候 最后形成一个牛点 让我们决定去做去不做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所以我们很难真正的定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那我们在定义自我的时候 我们在定义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 什么样式的人的时候 我们势必要使用自己的思想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关于智慧 关于智慧 好 我们下一个话题再谈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我们再讨论第二个话题 叫做启蒙与启示 启蒙与启示 我们前不久看到一些中国的一些国内 有一些文人 有一些知识分子 或者一些在某一领域很有一些成就的人 自诩要给更多人带来启蒙 启蒙这个词很大 启蒙这个词很大 那什么是启蒙 什么是启蒙 我说说我的理解 因为我并没有查阅一些在哲学上 或者在这个这个名词解释上 有什么这个标本答案 我只是照着我的理解 给了一个我对他的认知 那如果不准确的话 就权党我在借用这个启蒙和启示 这两个词而已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多么伟大的作者 也不过是在书写自己的片面而已 托尔斯泰这样说 无论你多么伟大 你是多么伟大的作者 你也是在书写自己的片面而已 布丰曾经有一句话 叫做风格就是人 其实我不知道风格是什么 风格就是人的缺陷 就是你的缺陷 你的扭曲 你的变形成为一个独有的样式 就是你的风格 所以他说风格就是人 那托尔斯泰这句话更客观 他说多么伟大的作者 也是书写自己的片面而已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绝对的 我们都是相对的 那启蒙是什么 是一种知识对另外一种知识 一种认知对另外一种认知的 革命性的引导 我常说我是学艺术的 你是学这个 可能是学数学的 是吧那我数学很烂 对 或者我从来没有学过数学 我跟你接触以后 你把这一切数学的知识 交给我 你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你让我了解了 走入了数学的世界 所以启蒙是什么 是知识对知识的开启 我也可以成为你在美术上 绘画上的一个启蒙老师 因为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相对的专家 相对的专家 不是一个绝对的 所以启蒙是什么 是一种认知对另外一种认知的开启 或者革命性的一个引导 是基于一类人或另一类人或人群的启发式的改变 启发了你 对 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 是吧 它开启了人 对人文 对人本 对人自我的这个认知 它是一种新知识与观念融入或取代旧知识 是用一种知识来替代另外一种知识 取代另外一种知识 或者呢 是给另外一种知识进行 这个 这个 这个叫 这种叫什么 呃 观念上的改变吧 是吧 是旧观念的改变 如果 托尔斯泰的这句话有效 那么以知识为傲的人 就不过是在捍卫自己的偏见和无知而已 这句话什么意思 哎 就是我们如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哎呀 我是绝对正确的 我在掌握这个知识上 我是哪 那就没什么可说了 就是这种骄傲 在以知识为傲的人 他在捍卫什么 其实他捍卫的不是他懂什么 而是他不懂什么 是吧 无非是在捍卫自己的偏见和无知而已 人是有限的 无论基于何等丰富的知识的基础的动见 都是相对的 这个我们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吧 人是有限的 至于何等丰富知识为基础的动见 与观察 与这一切的认知都是相对的 你都不敢说自己是绝对的 是吧 人永远无法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人是超越不了自己的 你能够抵达一个全知的彼岸 绝对的彼岸是不可能的 是吧 这是不可能的 只是如同对了镜的观看 模糊不清 今天我们今天这一刻的你 今天这一刻我们任何一个人 无论是历史上的多么伟大的 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无论你是谁 对 无论你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都是无知的 都是无知的 是吧 你的自我 我们的自我就是我们的天花板 我们自己认为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 我们自我就是我们的天花板 我们有多骄傲就有多无知 有多骄傲就有多无知 这是启蒙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有限 我们所说的启蒙不过是 知识对知识的开启 是有限对有限的打开而已 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无限 但永远不可能达到无限 知识无论如何丰富 总因掌握他的人 而带来这个局限和片面 但我们常把有限和片面的认知 当成全辈的真理 把对偏见的捍卫当做对真理的坚守 这个很关键 我们在信仰当中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在学习圣经知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带有他的偏见 是吧 我常说一句话 我说我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端的这个这个这个基因 每一个人都有带有一端的基因 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 对真理的理解 其实都是带有自己偏见的 但我们一旦把自己的认知当成绝对的认知的时候 就很危险了 就很危险了 那我们在捍卫什么 我们在坚守什么 我们无非是在捍卫和坚守自己的偏见 自己的无知而已 是吧 就像圣经上说的 知识是让人什么 自高自大 是吧 唯有爱心方可以造就人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那么在他本应该知道的事情上 他仍是不知道 他仍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把自己的片面当做全辈的真理 我说的这个绝对正确 绝对没问题的时候 你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在坚守自己的 可能你只是在坚守你的偏见 今天站在全能者面前 我们会发现 能够给人带来启蒙的 是靠着有限的知识 但能够给人带来启示的 却是全能者自己 启示是什么 启蒙是相对的 是人对人的 启示是什么 启示是自上而下的 是自上而下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咱们这次分享的时候 有谈到过 福音书 四福音书 前三部福音 对观福音 都是 都是什么 前三部 前三部福音 对观是你 大家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三维的角度 看待这个信仰 看待基督 而第四部福音书是什么 是启示性的福音 这个约翰福音是吧 他是自上而下的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是吧 那句话完全不是 不是按照逻辑来 人的所谓的 看到这个世界的逻辑给你讲的 是吧 先有谁 先生了谁 后生了谁 谁见到了谁 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只给 从上往下的给 是吧 启示 是耶稣 就是神 所以 启示是什么 启示是自上而下的 是超乎我们认知以外的 边界以外的 是吧 超出人类认知边界以外的 这一切 是给到我们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启示 所以但是能够给到启示的是谁 绝对不是从人而来的 这一定是从创造主 从另外一个更高维度的神而来的 而不是从我们自己当中来的 是吧 我们会给点启发 是吧 我们人对人不是 不能说是启示 你给了我一个启示 你给了我一些启发 给了我一些想法 是吧 给了我一些开启 这是有可能的 让我可以 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角度 这是有可能的 但启示性的是什么 自上而下的 是吧 那是全能者的灵 在每个音信 而得到他的人身上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当中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启示 是从他而来的开启 这才是最关键的 这才是最关键的 知识是个变量 知识带来的认知 是在不断的迭代刷新的 知识永远在改变 永远在迭代 永远在更新 是吧 永远在更新 若不是凭着信心 对全能者的笃信 而凭着自身知识的积累 建立起来的认知 都是空中楼阁 都是空中楼阁 所以人的知识不能成为基础 包括我们今天 凭着我的这种学习的方式 学习圣经 学习这些道理 这些都不能成为基础 真正的基础 真正的根基来自于什么 住在里面的圣灵 是真理本身 他才能成为那个根基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第五讲的时候 要回到我们的人本里面 来讲这个信仰 是吧 那个是一个实操 就是在行为当中 你怎么界定 怎么去再能够行得出来 而不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 不是讲一个空中楼阁 越讲越玄 动不动就是 哎呀那你回去祷告吧 看看上帝怎么带领吧 你这个要有信心呢 你这个要什么 就是我们不是那种飘忽不定的 在讲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 但我们也不是告诉别人 哎呀你就是不能这样 你就是不能那样 你就是要这样 我们也不是在讲律法 神是活神 神不是死神 啊 他不是一个教条 他不是一个教条 但他也不是一个玄之又玄 让我们跟生活很难 挂得上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晋升到第五讲的时候 哎 行为的准神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讲出来 好 而凭着自身知识积累建立起来的知识 都是空中楼阁 今天因新知识的启蒙带来的革命性的认知 必将被下一组更新的知识带来的启蒙所推翻 这是我们讲启蒙是有限的啊 启示是无限的是绝对的 真理是个衡量是更不不变的 什么是真理 真理不变的才叫真理 真理不会永远再迭代 他他既是始也是终 他是永恒的是吧 是不变的 是永不止息的那个运行者 真理不是一套无懈可及的理论 真理不是一套理论 他是全能者自身的全能者 他是全能者以自我启示 他是全能者的自我启示 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就是真理是吧 他是对自我的启示 他是自我的启示 我们后面会展开 因信所获得的启示是拆毁 而重建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重新的塑造 因信所获得的启示是拆毁 与重新的塑造 而非是知识的升级 或者以新知识取代就知识 启示是什么 是把过去的一切要拆毁 要打碎 是重构 是重造 而不是一个升级 而不是一个知识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取代 他是完全的更新 完全的重塑 他是对已有的认知和知识的彻底结构 是对现在一切的彻底结构 我们今天是因信而明白 而非因明白而信 人对人只有启蒙 目的是将人引向全能者 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给别人传福音 传福音 传福音我们能起到启示的作用吗 我们只能起到启蒙的作用 我告诉你 有一位神 我们把福音以生命的方式 以话语的方式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带给人 但是我们带给人的目的 不是透过我们会讲 不是我们透过我们讲的好 不是透过我的神学读的好 不是透过我的神学讲的通透 这个系统完整合乎逻辑而让人相信 让人相信的乃是神 我们今天的目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查考圣经 我们读圣经 我们一起来讲座 一起来分享的目的是什么 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而不是带到某一套理论面前 也不是带到某一个人的面前 不是某一个神学家的面前 而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要上帝亲自的开启 自己亲自的启示 启示是全能者自己亲自的工作 是亲自的工作 新生命是被全能者之道 不断的解构的生命 知识只有被全能者之灵重构 才有真实的意义 只有被全能者之爱贯穿 才是有真理的样式 启蒙如同水洗 来自施洗约翰的洗 启蒙如同水洗 如同身体上的割离 而启示就是全能者之灵的洗 就是圣灵的洗 是里面的割离 从里面的更新 里面的改变 是从里向外的洗 是从里向外的洗 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 反复的在强调这个问题 是什么 我们人在福音当中 在讲说圣经知识里面 我们所能带来的 唯一的这个有效的是什么 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就像施洗约翰 为耶稣的门徒做水洗 当耶稣显现的时候 接受完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 施洗约翰瞬即什么 把他的门徒推给谁 推给耶稣 你们去跟从他 不要来跟从我 我给他提鞋都不配 提鞋都不配 所以施洗约翰能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把门徒带到耶稣面前 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而是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是 我们可以使人相信上帝 而是上帝要让我们 将他所拣选的人 带到他的面前 是吧 让他成长的乃是在神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或者播种或者教官 让他成长的乃是在神 好 我们再谈谈三观 我们再谈谈三观 今天应该不会很长 对 我们再谈谈三观 我们这三观怎么形成的 我们最常说的三观是什么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对吧 什么是价值观 什么是人生观 什么是世界观 我们往往先有价值观 对不对 我常问一个问题 这三观有没有顺序 还是胡乱的就形成了 对 一般的来说 我们仔细想 我们先有什么 好 绝大多数 我们先有价值观 我们中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 有奶便是娘 这就是价值 谁对我有好处 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很舒服 他 我觉得值得 我想要 我想需要 而且我持续的想拥有 这是什么 就是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观 人生观 哎呀 我就想做一个大老板 太爽了 太舒服了 我就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哎 然后呢有好几个老婆 是吧 有多少个上市公司 怎么样怎么样 哎我希望有多少多少人 哎 我能够解决这些人的就业 我能够帮助到这些人 我能如何如何 这是人的价值的形成 以自我的需求为中心 我有一种需要 有了这个价值以后 人就会产生什么 世界观 对不对 就会产生人生观 是吧 我的人生目的 我不干别的 我只干一件事 我就要做事 或者我就想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往往是先有价值的去向 然后呢我们有了人生的去向 我们上次讲过 但是在死亡面前 一切都归于无有 这就是价值就是我们的意义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我们第一期的时候讲 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讲 什么是意义 就是值不值 什么是价值啊 这就是我们的意义 但是但是这一切在 就是在死亡面前 都要归于无有 那至于世界观 或者叫宇宙观 这些有吗 我们今天大多数人 不屑于谈这些啊 可能根本就没有 或者说哎呀谁知道呢 都是猴变的吧 就是一个爆炸炸出来的吧 不知道 反正怎么说的都有 我们对这个世界怎么理解 为何知 嗯 对 但是一个基督徒的三观是怎么形成的 谁要打碎的其实就是我们固有的价值 先毁掉了我们原来的价值 你原来与我有益的 现在觉得是与我有损的 是吧 保罗说至于我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至于世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看着世界如同粪土 我原来觉得与我有益的 现在却是觉得与我有损的 价值被打碎了 人生的目的原来是什么 只要我过得好 只要我活得好 只要我家人好 只要我的朋友好 只要我的国家好 更伟大一点 只要我的人类好 我能为人类做点什么贡献 对这就是很高级的人生观了 这些也被打碎了 因为又能怎么样 你就是过得好 又能怎么样 是吧 人赚到了整个世界丢掉了生命 去丧掉了生命 又有什么益处呢 又有什么益处 在死亡那天都没有益处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三观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前面刚讲的启示启蒙 对 基督徒三观是反过来的 先用世界观 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 他说有就有命力就有 他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的世界观 当我们有了这个世界观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他所造的 我们人生意义在他里面 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认识他 我们最后要回到他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 当我们有了世界观 有了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自然形成了 我们可能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不再为今生的好处而活 我们不再为什么什么而活 我们要为什么什么 我们自然有我们的价值取向 我们开始懂得如何去选择 这就是三观的形成 这就是三观的形成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基督的门徒 他的信徒 首先他有一个从启示而来的世界观 凭信心所能接受的世界观 他的人生的目标就建立了 那人生观就有了 当有了这一切 他自然而然形成了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他以什么为贵 以什么为宝贵 不是以这世界上 不是以这有形的世界的这一切 不是以这财富 以这些东西为宝贵 是吧 就像保罗说的 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行而上与行而下 谁来指导谁 人的惯性思维总是希望 先解决行而下的问题 我先吃好喝好住好 我再去想高级一点精神生活 是吧 然后等有了精神生活 我再高级一点 我再为别人付出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我自己都没弄好 我怎么去帮助别人 这是我们惯常的价值观 对吧 我们先要形而下 再要形而上 是吧 形而下的东西不能满足 肉体的具体的这些东西 肉体的东西不能满足 我们就不会去想那些 再去追求形而上的高度 而神的心意恰恰相反 认知决定的选择 选择决定的结果 换句话说 信决定了你的结局 你的感觉是你最应该重视 又最应该提防的 我们今天的感受感觉 看起来很真实 我们上次讲过看起来很 但是最要小心最要提防的 因为他会欺骗我们 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欲望的深坑里面 一个深渊里面 是吧 而你所依赖的知识与理性 是你 是你 是你该提防又重视的 你的知识 是我们更该重视的是什么 就我们说的理性的高强 它阻挡我们认识这位全能者 人是上帝 是吧 人保守 自以为的价值 是受造物替代造物主的主权之后 产生出来的价值 肉体生命不在乎人以为的价值 只关乎早已定准的生死 肉体生命不在乎人以为的价值 我们今天这个肉体生命 根本不管你觉得什么值不值 只关乎你早已定准的生死 你最后一定得死 对不对 人在主动寻求生命价值的同时 总有死在身后敦促 你在寻找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意义总有死在那等着你 死将消灭一切可捕捉的意义 你是必要在主动的死里方能获得生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 主动的死 获得新生 不认识神的人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对抗死 但最后却不得不死 是向死而生 对吧 但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主动的死 就是我们讲牺牲 牺牲 主动的死就是牺牲 而获得生 当你不再试图完成 自以为的自我时 你便 有机会 胜过死亡 不再试图完成 自以为的那个自我 这个自我是 我们是 从人与人 自己对自己的 启蒙 而来的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你看人家都那样 他们都这样 要这么来的 是吧 你才有机会胜过死亡 你的意义将不再是自我塑造而成 我们的意义不是自我塑造 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 乃是回归到全能者的本相 是回到全能者的本相 所以谈到自我 自我是 自我是回归 不是出走 与塑造 自我是回归 所以是找到我们的命定 找到我们本该成为的样式 本该成为的样式 所以说到这个价值观 这个三观的问题 我们刚才讨论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们的三观的形成 必须要很清晰 我们要先有什么 先有启示 神的启示 让我们了解了这个世界的本源 它是从何而来 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去向 人生的目的 是吧 我们在肉体当中 这有限的时日当中 我们到底是要做什么 以至于我们这个受体 肉体消亡以后 我们要去向何方 或者说是 肉体消亡以后 还有没有何方可去 我们有没有 人有没有灵魂 我们相不相信人是有灵魂 灵魂是不灭的 对 这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 而不是从人而来 这一切都是从启示而来 而不是从启路而来 这一切不是从人类的知识宝库当中 获得的 这一切是自上而下 造我们的那位神亲自启示而来的 亲自启示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在意的是什么 不是今天行而下的生命 行而下的这些具体的生活的问题 决定我们行而上 我们怎么思考 而是什么 而是行而上的认知最终 决定我们行而下的生命走向何方 走向何方 这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样式 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样式 好 那回到我们最核心的问题 也是今天我们借词的一个主题 叫做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我本来这次的讲座 不太想用太多的圣经上的话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目道的朋友 觉得大段大段的用圣经 令人很反感 所以我更想的是用 一个普通人的思考 一个普通人的话来吸引大家 能够更多的去了解这个信仰 但是呢 说到这一段呢 我怎么写 我也写了出这么美妙的话 包括前面我写的那些 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现在看 我都觉得有时候太酸太绕 写的东西太绕 其实意思很简单 我想大家能够明白 那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这一段 你知道这句话本身就来自于圣经 所以我还是借着这一段 较长一点点的圣经 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到 这样一个思考当中 箴言的26章 4到5节这样说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这句话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 我说好有智慧 但是我怎么去解释 有很多人问我 江哥这句话怎么解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 终于有一天 我现在蓝字的部分 我现在写给大家 对 我终于有一天明白 你若与愚昧者同类 如果你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什么是你的智慧 你遇到很愚蠢的人 什么是你的智慧 尖默你的口便是智慧 不要去与他交流 不要与他多说 这就是你的智慧 所以他前面讲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 回答他 恐怕你与他一同愚昧 因为一个没有被开启的生命 你用任何话去回应 你说这人好蠢 你跟他吵半天 第三者看这俩一样蠢 所以免得你与他 恐怕你与他一样 但是一个真正被智慧开启 你懂得用什么样的话去回答他 所以他说 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 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你若是一个得着智慧被开启的生命 智慧自然会在你口中发生 见证愚昧者的欲望 对 是谁在发生 不是我们在发生 不是人在发生 不是你的智慧在发生 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 是神的话 他自己在发光 他自己在发生 所以 我一再强调 我们在第五次 讲这个行为的准神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展开 并不是 并不是今天我们的人 我前面讲了很多是 是反对 是打碎人的主权 打碎我们就说的所谓的人本 但是神恰恰是什么 我们知道基督是为谁而死 是为人而死 他的中心是谁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中心是谁 神的中心是谁 是人呢 他的中心是我们 我们的中心是谁 我们的中心如果还是我们的话 我们跟神有关系吗 没关系 对不对 我们的中心要是他 是吧 所以他为我们死 我们为他而活 那也就意味着 他的生命的灵 要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他开始引导我们的生命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要讲到的 非常非常重要 哪怕前面这中间几次不听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个最后的一次那个听完 因为那个一定是对我们的今天在地上的日子 对我们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具体的指导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 有真正智慧的人 你有智慧的人你才可以发声 因为你发出来的声音是让愚昧人 让他不会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 这取决于什么 你知道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如何发生 好 更多前书 因为实际上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淤灼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就如经上所记 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弃绝聪明的聪明 智慧人在哪里 文士在哪里 这世上的辩识在哪里 神岂不是叫这世上有智慧的变成淤灼吗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 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淤灼的道理 拯救那些信的人 这就是神的智慧了 犹太人是要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我们却是传兵实际上的 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 在外方人为淤灼 但在那蒙昭的 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 基督总为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基督就是神的智慧 无可非议 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被求神开启 所以我觉得这里 没有什么太多可展开的 这个圣经写得非常的明确 什么是智慧 神让那个人 自己以为有智慧的成了淤灼 让那个世人看为欲拙的 凡有智慧 这就是神的智慧 这就是他的智慧 你继续看 弟兄们 从前我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智 对你们 这个宣传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 基督 并他定 是这样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 又恐惧 又甚占惊 我说的话 讲的道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大能的明证 叫你们的信 不在乎于人的智慧 只在乎于神的大能 然而 在完全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在完全人当中 我们也讲智慧 不是这世上我们所说的 世人所说的那个智慧 也不是这世界上有权有位 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有以前 预定时我们得荣耀 这智慧 事实上 这智慧 事实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 他们若知道 就不把荣耀主定在十个架上了 如经上所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 未曾看见 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嗯 我们继续啊 这个稍微有点点多 只有神借着圣灵将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 这里强调圣灵 圣灵 圣灵我们在后面会反复的讲到圣灵 如果没有他的参与 如果没有他的同在 我们就是那个自以为有智慧的愚昧者 但是当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同在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将神最奥秘的事全都参透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是吧 他参透万事 那有圣灵同在的人 依然我们也可以参透万事 只是世人却看不透我们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没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而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 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圣灵的话解释 将属灵的话解释 属灵的事 然而属血气之人不能领会 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于着 反倒以为于着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事 唯有属灵之人才能看透 因为属灵之人参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得透他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了 神的开启 神的启示 是让我们自理向外的更新 幡然的改变 他绝对不只是一个存在我们理性当中的知识 所以我个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我经常有一些反神学的 反系统神学的一些论调 当然我有时候会说的比较极端 其实是有点矫妄过这儿 那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今天大家更在意 以一种知识的方式 一种理性的方式去理解我们这位神 去亲近这位上 却发现我们越亲近越疏远 我们的生命越干枯 因为什么 因为没有圣灵 没有圣灵 我们只有一堆知识 一堆神学的系统 体系一堆逻辑 只有一堆这些东西 他反而在我们与真正的 次生命的神之间建立了一堆高墙 让我们不能真的认识他 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我记得上次 我很愤怒的时候就是这个 跟那个老师我们争论起来的时候 就是什么 他很夸口自己的骄傲 我就是骄傲 就是这样 我说真的 神经上说知识是让人自高自大 在你所当知道的事情上 你仍是不知道 你以为你知道 你以为你到位如流 圣经 你本该知道的事情上 你仍是不知道 你还是不知道 所以唯有爱心 方可以造就人 好 我们最后 和英多前书第三章 人不可自欺 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上 自以为有智慧 到不足便为淤浊 好成为有智慧的 因为这世界的智慧 在神看是淤浊 如经上记得说 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轨迹 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亡 所以灭绝智慧人的智慧 我们今天在这么处心积虑的去分享它 从讲到自我 人怎么构建的这个自我 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对自我的认知 到我们讲到启蒙和启示 启蒙是人对人知识对知识的开启 启示是自上而下 从它而来的这个开启 是吧 我们再说到三观的行程 三观的行程不是以我为中心 这就是又回到我们说的人本还是神本 不是以我为中心所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不是以知识为中心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而是什么 而是以它的启示 而你先有世界观 那个世界观不是你观察来的 那世界观是它启示而来的 是从那个启示而来的世界观的形成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的人生是如何 我的人生的价值何在 我的意义何在 这一切才形成 是吧 那我们再谈到 这个灭绝智慧的智慧 大家就很清晰 这是一个脉络 这是一个脉络 那我们今天才知道 原来我以为我知道 其实我可能并不知道 我唯独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靠着 住在我里面的圣灵 我凡事都能 靠着神的灵 因为他在我里面 他参透万事 所以神经说 属灵之人参透万事 对不对 属灵之人参透万事 是谁参透 不是我们能参透 而是圣灵参透 他在我们里面开启黄恩 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真的回到上帝面前 我们还是用着属世界的这些智慧 属世界的聪明 属世界的知识 属肉体的感受 属肉体的这一切呢 我们觉得值不值得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对我有没有好处的这些方式 我们来认识这位神 周日都说两句 周日在教会讲到 问了大家有问题 我们来境外的中心是谁 他说这是标准答案啊 肯定是上帝啊 对 但我说你今天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你真的是为上帝而来吗 你还是为自己而来 大家都不说话 十有八九都是为自己而来 哎呀我最近状态不太好 哎呀我最近哪来哪身体出问题 哎呀我最近家庭出问题了 哎呀我最近这个财务上有问题 我得好好去教会充充电 哎呀上帝好好解决解决我的问题 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教会 我们认为我们敬拜 我们我们我们崇拜的中心 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上帝 但事实上是谁 事实上是我们自己 我们无非是给上帝开个账单 让他来替我们解决问题而已 我们真的是为了敬拜他而来吗 对不对 你真的是为敬拜神而来吗 不见得不见得 嗯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透过这次分享的时候 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自己寻查 我们到底为什么而相信 他为我们死 我们为他而活 还是他为我们死 感谢主 我们也要为我们而活 主你也为我们而活 你也为我们而死 是吧 那我们一起为我 我就更棒了 是不是这样 嗯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来讨论 好吧 好 好 我这个 大家声音都可以打开吗 大家的麦可以提问 嗯 哦 我的这个视频 关掉了 声音 也可以在那个聊天对话框里面留言 如果大家不愿意提问也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问一个问题啊 哎 好嘞好嘞 嗯 就陈江老师 我因为我之前有听过 那我 我知道你的大概的 就是不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大概听了好几次了 嗯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 我就就想提问哈 嗯 有人来到教会了 你今天为什么来的 嗯 你很多人可能自己有什么问题 他想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说这个就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 我觉得这个想法就好像我很难接受 其实圣经也说了 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 凡有问题的 随时来到他的身的宝座前来祈求神 这个也是神喜悦的 作为神的孩子我来敬拜你 我肯定是先把我自己的软弱 带到你的面前 然后我来敬拜你 这两个应该不是隔裂的 也不是隔开的 嗯 是合一的 嗯 就是除了 这是我想提的一个问题 跟您交流一下哈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启示 还有理性 我总是听不太明白 就是启示是从神来的 但是启示并不违背我们的理性 我们很多时候对上帝的认识 也是通过神给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他的 就启示不是一个很玄的一个东西 他可能是一开始就开导我了 但是我的理性 我的里面的那个和神心意的那部分理性也会被激活 他激活我去寻求神 我可能会更认识他 就是说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就我感觉他是不是格列的 他是可以合一的 嗯 我就是这个问题跟您交流一下 谢谢 好 我试着回答一下哈 我答案不一定能够让您满意哈 但是我试着回答一下 我先回答第二个 第二个问题吧 对 呃 当然 呃 我们 人肯定是要使用自己的理性 同时我们也使用我们的感性 那这两样东西 理性和感性所围绕的中心是上帝的启示 是上帝的启示 那我并不是一个反对理性 但是说我反对的是什么 我反对的是高举人的理性 或者高举人的感性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呃 基督教的这个教会哈 如果如果按大的分类来分 基本上两类 一类呢叫做这个福音派 一类呢叫做灵恩派 是吧 就大的分类啊 灵恩派是什么 强调感受 感觉 生灵来了来了来了 是吧 比较夸张的去强调这一方面 我们说的是比较极端的 那比较极端的福音派强调什么 强调绝对理性强调绝对的知识 强调福音强调这些东西 他更强调的知识性的这个层面的东西 但是这两样都是被神所使用的 我不是一个反对理性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反对感性的人 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晰的知道 这两样东西不可以被高举 这两样东西不可以被完全的依赖 因为我们绝对的绝对的理性和绝对的感性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欺骗我们 我们都可以上我们都有可能上他的道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是回到那个真理的根基上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是什么 我们最后一次一定会讲到就是 就是就是我们那个行为的准绳 其实行为的准绳就是我们判断的那个那个标准到底在哪 纯粹理性很简单 把这个六百多条的律法给你 你的理性告诉你就照着他行 你就行吧 只要你行出来你就你就绝对没问题 你就得救 行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我凭感觉有的时候哇 上帝给了我一个感动 我今天要对你讲一句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话 这种话很虚 有的时候觉得哇 哎呀感谢神 我正想找人问这个问题 你就对我讲了 有的时候这样 有的时候真的假的 我们教会原来来过的小年轻人来了 说哎呀上帝给我一个感动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那个男孩的女孩说上帝让我娶你 那女孩说上帝感动你可没感动我 对 所以我们我这里并不是说否定理性或者否定感性 我觉得理性和感性都是是神让我们去使用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度在哪里 这个度就是神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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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他以圣经的方式呈现我们要去读他的时候你一定是一种理性的学习的方式去读他 对不对 但是圣经上说字句是让人死 金义是让人活 金义是什么 金义就是圣灵 对不对 所以金义让人活 金义是圣灵带来什么 很多的时候是感觉是感受 嗯 他并不他并不是那么能够说的清道的名的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理性和感性 这是一个真正难办的事情 也是一个真正艰难的事情 或者说我们很难去界定的一个事情 我是这个意思 可能我在表达上有一点 有一点极端 可能会引起您的一些这个这个问题 我现在有观点 你刚才有反对那个理性逻辑 我第一个感受觉得说的有道理 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 如果另外一个说法的话 我发现这个就会对立起来 所以我就提这个 还有您说到世界观不是观察得来的 是上帝启示来的 世界观是上帝启示来的 不是观察来的 有很多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观 很多的时候是观察来的 但是你观察来的这个世界观 你会 你发现它永远在改变 就像我们说的 原来大家觉得地球是平的 不是球 是平的 后来变成圆的 后来觉得地球才是世界的中心 后来发现 对 还有一个太阳系 原来太阳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不是太阳围着地球转的 所以这是对这个 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理解是在不断跌极 在改变的 是随着你的视野的透宽 随着你知识的透宽 它在不断改变的 嗯 嗯 明白 那您可以就 我问的第二 那个教会的 去教会的人 不同心 看您是怎么 对 我 其实我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我说一定会有人问我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都问我 难道我去教会 我有那么纯洁吗 我完全是为了 为了敬拜上帝 不为自己 我举个例子 圣经上 圣经上讲两个约 旧约 新约 其实他讲的是两段婚姻 对不对 是吧 旧约 是 象征的那个 首个亚当 与人类的婚姻 那个新约就是什么 基督与人类的婚姻 是吧 他是 他 象征的这个 象征的两段婚姻 我上次讲过 两个人谈恋爱 谈恋爱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以你为中心 你以我为中心 对不对 那最后失败了 我凡事都想着你 你凡事都想着我 对吧 这两个人 当然我说的 是一种极致状态 如果两个人谈恋爱 你都想着我 我也都想着我 谈不久 对不对 人太自私了 对不对 你从来不在意我 我在意你 你也在意你 这俩人没法在一块 对不对 这是谈不成的 是建立不起来 真正意义上的关系 所以我在讨论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有一个观点 我常说一句话 叫什么呢 就是与上帝的关系对了 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就对了 这个世界就三种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这个世界就是什么 这个物质世界 非人以外的任何物质世界的财富 家庭 所有所有这些关系 家里的财产 这些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但这两层关系 必须建立在第一层 最重要的那一层关系 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基础之上 这两层关系才成立 对不对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来不是要你们和睦 乃是要你们起纷争 动刀兵 是吧 父亲要跟儿子 什么这个这个 婆婆要跟媳妇 这个你们要动刀兵 是吧 爱自己家人的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不配来跟从我 对不对 我们讲了一个 这是这是啥玩意儿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就这么去讲 这就是关系 因为你若是不理清了 你跟神的关系 你跟基督的关系 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就不懂得 你跟人是什么关系 你就不懂得 怎么去处理人跟人的关系 你就不懂得你怎么去处理 你跟你手上财富的关系 这些财产的关系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切 其实我讲的 如果再具体一点 再细一点 这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要想解决你的问题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如果我要想解决我 如果我要想解决我的问题 我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先丢掉我自己的问题 我先去解决我跟上帝的关系 当我跟他的关系理顺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自己的问题迎刃而解 我的问题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越在乎自己 我们越我们 我们越在乎自己的感受 我们越不在乎神 但是我们越在乎神 神就越在乎我们 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到他那得了一个秘籍 我们来解决的 而是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正确的关系 他来为我们解决的 但是我们现在一遇到患难 一遇到苦难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一切的精力 集中在这个患难上 集中在这个苦难上 就是我们所有的职力都在这上 你看约伯 对不对 他开始的时候就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不能 他一切的问题都在这个苦难上 最终约伯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这个苦 对不对 但是当他的中心从他自己的苦难转向上帝的时候 是吧 当以利户的出现 因为前面他那仨哥们说半天他都不承认 他自以为义 对吧他不承认 以利户的出现开始对他讲什么 在他面前赞美上帝 约伯也开始赞美上帝 然后后面紧接着上帝在旋风中 向约伯显现对他讲话 就是约伯生命的中心从他自己的意 一转向神的时候 他就见到神 过去丰文有你 今天终于见到了你 所以他不再在意自己的问题了 我为什么会受苦 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遇到这些患难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今天见到的神 这才是人生终极的意义和目的 所以神借着一个无端的患难 击打约伯 带到约伯的生命当中的目的 不是要惩罚他 不是为了让约伯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患难 借着什么这个患难 让他如何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在患难当中可以思想 思想什么 思想的不是我怎么解决我患难的问题 而是最终思想到神 我赤身出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他 收取的也是他 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不问阴友 我就指认他 当约伯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 问题还是问题 约伯的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生活 我老说人本人本 我强调这个话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太关注今天自己的感受 太关注自己的问题了 我们越是关注自己的问题 你会发现这问题越解决不了 天天教会 祷告啊 我这个怎么样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神借着患难 要打通患难人的耳朵 他要让我们真的认识他 这是核心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切患难 一切顺境 逆境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而不是找清楚 这个患难的原因 是不是我干什么坏事了 所以上帝惩罚我 是吧 他们前三个朋友都在英国当中在找吗 那英国找对了 如果如果找到了 确实 约伯干了一件什么 不为人知的坏事 才得了这个患难 那我们拿着 把这坏事解决了 以后不干这坏事了 或者说我们去献个计 把这坏事给解决了 把这个罪给解决了 那是不是约伯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 谁撑一了呢 所以真正的目的是要 上帝让约伯经历的一切 是要让他认识他 我不知道能理解吗 就是我说的这个中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今天的这件 我们认为很重要的这个患难 或者这个问题放在中心的位置 而是主 你说怎么样 你要让我一直在这个患难当中 行 我认 因为赏赐的是你 收取的也是你 我认 我只想顺服你 就是当你真有这个心智的时候 神给我们试探 必是我们所能受的 他必在我们忍受不住的 开出一条路的让我们忍受得住 对不对 所以神不是可以 就故意让我们受苦 他有各种各样的苦难的可能性 像约伯那种就是极致 他没有做什么不义的事 但是要让他经历 经历患难的目的是认识神 所以约伯将上帝的公义 将上帝的创造 将上帝一切奇妙的事情放在中间的时候 他去他去敬拜神的时候 神就说 你这三个朋友 你们都不如我的朋友 约伯 这个 这个 讨我喜悦 是吧 对 不如约伯说 约伯说的是 前面说的 我特别 特别有认同 就是说 我的当时的感受就是说 不能老陷在问题里面 不能太自我忠心 或者说不能利用上帝 到教会里面不能老是挂着自己的问题 然后利用上帝 就是说要先集中在神身上 好像这样 就好像 你遇到问题要赞美神 然后就得胜了 但您刚说约伯的事情 我听了就越觉得深奥了 可能您已经体会到我还体会不到 因为我想 有的时候苦难会把人击垮 上帝也不是总是用苦难来吸引人到他面前 不不不不 你要相信 听不懂 相信上帝的应许 上帝说 你今天所受的试探 必是你所能受的 我必要在你忍受不住的时候 为你开出一条路的 让你忍受得住 这是上帝的应许 他不会给你受不了的苦难 相信 信靠 对 这个是有应许的 所以我们一回到 哎呀那不行 那样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受不了 上帝说你以为你受不了 我当年当信主的时候经历那些事 我上次在咱们这平台专门讲过一个 将近两个小时的那个见证 我觉得这事 上帝对我的考验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这回肯定到头了 没过多久 哎呦还惨 我说上帝这事还没完呢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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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几轮 最后我觉得 我认为我是受不了的 但我不了解我自己 最后 其实也过来了 这是不能想象 这是如果没没 我没经历他的时候 我在想的不可能要那样的话 我肯定受不了 人都死了 但上帝比我了解我自己 所以直到那个真的到那个点上的时候 才真正的人开始改变 所以上帝做事真的都是走钢丝一样 或者在刀刃上行走一样 在悬崖边上行走一样 我们人看得特别选 我们人看得特别选 但是他知道 因为他是上帝视角看我们 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给我很大的鼓励 约伯记有一个单独的讲座 有一次单独的专门讲 约伯记挺长的 你到时候可以找来听一听 我当时听了 对我可以再听一下 好谢谢 好谢谢 好陈江老师那个对话框还有问题 有一个叫启示和末世有什么区别 启示和末世有什么区别 启示和末世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我倒没想过 但我现在现想 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相信这个 我们如果用末世这个词 其实就像圣经上说的 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 与教训独则与人 教的人学义 都是与人有益的 那我想这个末世就是 神对人的开启 我个人觉得应该 至少在我们这个语境当中 在讨论启示和末世这个词 在圣经我认为是 是一样的 对 好谢谢 下一个问题 是在生活中 我们如何得知神的旨意 这个其实我们后面会专门讲 但我今天可以大致说一说 我觉得如何知道神的旨意 三点 第一 圣经 圣经是神在对我们讲话 是让我们以理性的方式去认识他 这是第一 第二 祷告 我常说上帝给了我们三个礼物 第一是圣经 第二是祷告 祷告是什么 我们在祷告当中 在情感当中 它相连接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祷告当中 会得到一些开启 得到一些声音 得到一些启示 对 但这个启示不会超出圣经以外 一定是 我原来还没读过圣经的时候 或者才读了个一两页 我多少页的时候 我真的是每次祷告 我原来讲分享的时候讲的 那上帝真的就是给我一串数字 那就像 就像这个抽签一样 我照着那个数字翻开 那一页圣经就是对我讲的话 那真的把我吓得浑身鸡皮疙瘩 这祷告 而且祷告一定不会给你超出圣经以外的账 一定是在圣经之内 一定是在圣经之内 还有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是团契 团契生活 就是教会生活 团契生活是要让我们彼此之间建立关系 让我们彼此守望 彼此看见 彼此提醒 彼此在关系当中 彼此印证 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符合圣经原则 祷告的时候呢 内心也有平安也有感动 但是呢我们可能还要去寻求肢体之间的一些印证 你像今天我刚才刚经历了一件事 很奇妙 就是在分享之前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儿子他们学校的老师 下午不然打了一个电话 对 然后呢跟我说一些孩子的事情 正和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纠结的一些 一些方向上的一些东西相关 哎呀我就我就觉得特别感恩 当时眼泪都要出来了 听到那个那个老师说 他说他就是祷告 他说他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 他说我必须要跟紫月的家长要说这 这一通话 那恰恰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都懂的道理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 就关于孩子教育方面的一些方向上的东西 我们却忽略了一些东西 完全懂 这个道理一说都懂 但是就是我们走着走着走着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了 但是那个老师就忽然间给了我们一个提醒 哇我就 我觉得真的是从神而来的 就特别激动 对 所以我觉得三样 我们要好好地读圣经 因为你不读圣经的话 这种神的话来了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说给你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该去领受的 对吧 因为神对我们讲的一切的话都在圣经当中 我们也要常常祷告 要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 嗯 然后呢 那神也把我们他的关系 要表明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是吧 神说你爱我 你若爱我 你就去爱你身边那个 爱你的灵舍 爱你身边最小的那个弟兄 嗯 就神要把我们与他的亲密的关系 表明在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当中 哎 这个在最后一次我们都会讲到 嗯 对 嗯 好 谢谢陈张老师回应 圣经祷告团契 三个方面去认识神的旨意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三个礼物 我觉得这三样一个 一个都不能少 哎 我们今天有这个网络很多的时候 我们网络教会 我们说哎呀就 在网上天天讲道 什么名目都能听 不一样的 听没用的 不能说没用啊 听很有限 我们只在知识上 只在理性上 认识他 我们把他践行不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去 是吧 遇到一个你最讨厌的人 遇到一个经常伤害你的人 你怎么去怎么去爱他 很具体 爱不起来 但是你回到关系里面 回到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会儿征战就埋了 是吧 神的话在里面让你去这么做 是吧 跟那个谁一样 跟那个那个那个 约拿一样 神让你去 去去去去去去 你那位传福音 但是他就不愿意 这些人太坏了 就外旁人是吧 对 但是神要解决的我们的就是这些问题 嗯 好 谢谢老师 嗯 下一个是红木闹子酒 请提问 好的 谢谢 陈江弟兄我是云峰 你还记得吗 你邀请我过来 哦 云峰 您好您好 时间关系 我不多说 我只是简短的分享一下 我跟我家姊妹信主六年不到的时间 马上到六年了 我刚才在听到陈江弟兄跟第一个姊妹交流的过程之中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不大不小的这个小基督徒徒 有点小小的分享啊 就是刚认识主的时候 会有 惧怕也好 会有 特别是约伯基 是个蛮大的挑战 但我更想说的是 作为过来人 可能一路上更多的是恩典 是安慰 是带领 是平安和喜乐 所以 因为我刚才听那个陈江弟兄说这个 现在听的直播的 有一些木道友啊 我就想分享这个事情 因为作为一个过来人嘛 认识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但是旧约啊 约伯基这些 他会一点一点的让我们 这是神带领我们的路径 我们慢慢的会理解他里面的声音 所以感谢给我的时间 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 感谢 嗯 嗯 好 陈江老师在对话框 还有一个问题 啊 他说 看到一些亲友和朋友 本来是信其他宗教 比如拜拜的 后来受到家人 像是孙子们的期望 受洗信主 后来本人或其他亲人就过世了 让人感觉受洗之后 就会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请问这是受魔鬼干扰不对的想法吗 嗯 我没太理解 后来本人或其他亲人就过世了 是 嗯 你好 请问这个 哦 我我我明白了 我明白 也就是说 受洗完了 这个这个可能就过世了 哈 就去世了 认为 嗯 嗯 保罗有一句话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还说我巴不得早点去 离开这个世界哈 去建筑 嗯 你看哈我们今天 这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扣题的 人本人本 就是我们很在乎我们的这个肉体 因为肉体 在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它很真实 我们的疼痛啊 死亡啊 是吧痛苦啊 这些特别真实 所以我们认为 祝福是什么 是长寿啊 不死就是祝福 但神要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祝福 是永生 而不是一直在肉体当中 活着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我们的 我们的灵魂实际上是被限制在这个肉体当中 但是神是要给我们自由的 让我们穿越这个肉体 得到那个永远的自由的状态 所以 或者我还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祝福 当然我不敢说啊 我不敢说 因为具体的情况 可能细节我并不了解 那个 如果能早点建筑 那岂不更美好吗 所以我们把什么看过去祝福 这件事吧 嗯 也许莫呢看到这个题目 会有别的一个感觉 他的意思就是信主的那一个人 还有他的那个称 称戚朋友 他过去了 所以有一些感觉是不太好 所以他所问的是否魔鬼干扰 这个是他想两方面都问 成人的感受 还有是不是出于魔鬼的干扰 我想他的看法是怎样 谢谢 嗯 魔鬼的干扰 其实魔鬼的干扰从来都在 嗯 我原来专门讲的这个鼠灵征战啊 鼠灵征战是什么呢 就是嗯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什么 原本是寻找可吞吃的人 就是 什么人会被干扰 就是你有破口 我们信但是信不足 你有破口的时候 就会被干扰 所以 魔鬼也干扰耶稣啊 对吧 耶稣40天 禁食以后 带到旷野 被天使带到旷野 接受魔鬼的试探 魔鬼 这三轮的攻击 都是在攻击耶稣啊 但是耶稣用 神说神说神说 三段 圣经上的话 神的话 让魔鬼退去了 所以他没有破口的时候 人就 他就无法攻击到人 所以重要的问题 不是魔鬼攻不攻击人 而是我们在这个信里面 我们今天在讲这些 在讲什么 就是把我们 给自己留的那点自留地 我们90%都给了神 我自己只留了10% 那个那个使徒行状 你讲那个那一对夫妇叫什么来着 把自己的家产什么都卖了 捐给教会对不对 最后最后 最后又偷门留了点那个 我老记不住那一对夫妇 后来怎么样 两个人扑地而死 对不对 所以那是我们留的那个自留地 我们留的那个给自己留的那一点东西 那成为了魔鬼 进入到我们里面的这个破口 问题在这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么拼命的在讲 神本神本 就是我们把一切都 百分之百的注入到 生命注入到他里面 他也注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亏 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所以我们什么是信心啊 这就是信心嘛 对不对 嗯 这就是信心 应该叫亚拉利亚 死图形状 对 我总是记不住这两个人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好像有两个问题 请 对 下一个是如果把每个人的生命比喻成一个圆 原心在哪里 下一个问题 如果把每个人的生命比喻成一个圆 原心在哪里 这是E问的 请问E可以解释一下吗 自己这个问题 想问 这个我 这就是个标准答案嘛 是吧 哈哈哈 原心是 原心是神呢 对不对 我们肯定是我们的生命是围绕着他的嘛 对不对 嗯 但正因为我们的原心改变了 我们现在都围绕着自己嘛 这是我们谈谈论的话题 我们不是围绕着神 以他为中心 我们是以我为中心的 那所以我们才出现了今天这么多问题 嗯 因为围绕着他的就是永生 围绕着自己的就是死亡嘛 嗯 就是永死嘛 嗯 这有一个私信我的一个问题 在路上 对 在路上的人 他是谁 这样是谁 神使人经历的患难的目的是为了应识神 并与神建立的起良好的关系 那我以上的这样想法理解尽缺吗 这个是他的问题 是 我觉得患难其实是一部分有 患难其实有几种 一种是神对我们的 就像父亲教育儿子一样 是是是是教训 是惩戒是吧 当然也有像约伯这样的患难 那个就是他并非是惩戒 他的目的就是让他透过这个患难可以认识神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我们把患难 我们如同 我们如何去 这个这个患难 为什么会经历他有的时候 并不重要 但是我们在经历患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是吧 圣经上说艰难给你当饼 困苦给你当水 是吧 说愈恨通的是你要喜乐 愈患难的是你要思想 在患难当中 人才会反思 才会思想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经历患难 圣经上说也是神所命定的 是他命定我们要经历这一切 也许是因为我们做了错事 也许并不是因为 于此 我记得是约翰福音里面讲 是一个瞎子吧 我记得好像耶稣治好了一个 是一个瞎子 对不对 别人问他说 问耶稣说是因为他的祖先犯了罪呢 还是他父母什么犯了罪 是因为什么呢 都不是 就是为了荣耀我 为了荣耀神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 太在意肉体了 我们说的人本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 这个肉体 我们太在意肉体了 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围绕的还是 这个肉体上如何能够 过得更好 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状态 如何更 更好 像索罗门一样 对吧 我既有神的 既能荣耀神的 我又能自己过着好日子 女孩都觉得想想像以斯帖一样 是吧 又漂亮 又属灵 又是王后 又有钱 是吧 什么都有 又 又往往都都都希望是这样 但 但 并不都是这样 嗯 对 男的想像 索罗门 女 姊妹想像 以斯帖 还有还有问题吗 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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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刚才我们有没有漏掉问题 嗯 好像 没有 嗯 好 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可能我我可能是不是我讲的有点太这个什么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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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位 一又提问 文又难 哈哈哈 能不能开没说话 能不能玩 哎 面紧的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我不知道 哈哈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面紧 每一个人 面紧 对 都不一样 因为神给每一个人的开启 每一个人的疆界也不一样 对 哦 所以所以我觉得 嗯 我们 我们 就是 理论上讲我们都应该以他为绝对的原心 但我们大多 哪怕是圆 也是个偏心圆 或者也是个 也是个异形 对 所以我们真正能与神重叠的部分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 很有限 很有限 嗯 嗯 这个问题我可能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呃 就是 陈教老师我们可能时常是 经常跟神是一起同工的 可以这样认为吗 就是人和神 是一起去同工的 那么 嗯 多时候我们是跟神是一起终战的 对吗 那 嗯 我们负责的是哪一部分 神负责的是哪一部分 嗯 对 这个界限 就很多时候可能 比如说在成圣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很很焦虑 可能我没有办法能够胜过那个罪 啊 那这时候压力就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 嗯 我们想知道那个界限就是我负责的是哪一部分 负责哪一部分 对 嗯 就是好像一个那个常问的问题 诶 有神为什么我们还要努力去做 就是那个界限在哪 对 嗯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过了约旦河 约书亚带他们 住在吉甲啊 然后准备攻打耶利哥 嗯 这个神的使者站在约书亚面前 约书亚问他 说你是来帮我们的敌人的还是来帮我们的 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使者对他说都不是 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嗯 嗯 我不是来帮你打仗的 我是亲自征战的 换句话说对吧 我是亲自征战的 你们要做的任务是跟从我 是跟从我 所以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是吧 圣经上说神是个灵 凡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 所以我想神让我们这些人所要完成的工作 是在有形世界这一部分 是在有形当中被限定的 这一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一部分 他完成的是在上面的 就是他负责这个怎么说呢 他负责运筹帷幄我们负责决胜千里 哈哈哈 我们负责我们负责实战的那个部分 嗯 这个呃 所以所以这个同工同工是什么 同工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的同在 就是圣灵内住 圣灵告诉我们 该对谁去讲话 讲什么样的话 对谁去做事 做什么样的事 的边界在哪 分寸在哪 是他在告诉我们 嗯 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负责那个具体的那一部分 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 同工就是说我们所分配的工作 是那个执行层面的 他是那个指导层面的 嗯 嗯 对 当然这个比喻吧 也不能太绝对 因为太绝对的时候 我们又会掉到另外一个怪圈里 就是那我们工具人啊 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对不对 哈哈哈哈 对 但是这个在后面 我们一定会讲到 最后一次的那个 我一定会讲到 就是 嗯 就是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 成圣啊 圣灵啊 这个工作 嗯 嗯 对 主要是不清楚那个界限 很多时候 嗯 对 这个我们 我们最后一次那个主题 不就叫行为的准绳吗 就是那个界限到底在哪 而且那个界限不是一个教条 他他他不是一个死的 他是一个动态的 根据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不同 呃 你的 就是就是上帝给你的使命的不同 你会发现同样一件事情 我做可能就可以 你做可能上帝叫责备 是 同样 他不再是旧约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教条 嗯 那同样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场景上做 可能上帝称赞 我我换了一个场景 我还去照方抓药 还去这么做 可能就会被责备 嗯 所以神是随时随地的同在 他要的是造就人 他要的是造就人 所以这一切是在爱里成就的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应该下一次就会讲到 这个这个正确的陷阱 我们有时候太在意正确了 但是呢却丢掉了爱 是吧 圣经上说没有爱心的就是不认识神 为了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是爱 神说他就是爱 爱的本体 所以我们最终一定会回到这个真理上 我一直认为圣经上所启示的唯一的真理 只有一个就一个字就是爱 嗯 对 所以我们如果不去围绕着他去展开的话 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的东西 其实最后都没有价值 都没有意义 嗯 他一定是在爱里得以成就的 最后 嗯 好 谢谢老师回应 嗯 期待下期 哈哈哈 对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 啊 啊 是不是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嗯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呃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期待下一期 下一期的主题是 是人非万物尺度 哦 嗯 嗯 嗯 老师的分享 好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拜拜 Thank you 谢谢大家 嗯 好的 晚安 晚安 莫娜老师早安 耶 孟老师好 莫娜好 Yes OK 那我们停下来 好 如果没有问题 莫娜那些我们可以关房了吗 嗯 可以 没有问题啊 好 嗯 哎 又有一个问题吗 哦 没有 世界上最难填满两种东西 一是大海二十一 哈哈哈 好 下次请No.1也记住下 来到我们当中 哈哈哈 Thank you 下次分享 拜拜 拜拜 拜拜